今天我們要做什麼呢? 就是 這兩個字 美照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 如何在學校拍出美美的照片 現在就開始吧 我們拍一張照吧 首先 我們要先介紹的是 一提到學校就會想到的地方 就是教室 那教室呢 是一個很好發揮拍美照的地方 提到教室 第一個先介紹的是 課桌椅 在課桌椅的部分呢 可以有三種拍照的方法 第一種呢 就是 課本 第二種呢 就是 望天空 那第三種呢 就是 睡覺姿勢 那我們就開始吧 這就是我們的 第一種拍照姿勢 第二種拍照姿勢 望天空 第三種拍照姿勢 睡覺 再來教室的第二個地方 黑板 在黑板呢 可以加上這些圖示 就可以拍出可愛的照片喔 有 那我們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走廊上的圍牆 在走廊上圍牆的部分 你也可以自己拍 只要設定池 放在圍牆上 就可以囉 第二個就是柱子的部分了 柱子的部分呢 可以 這樣拍 接下來就是走廊樓梯間的部分 就由我來示範了 再來就是跑道 跟籃球場的部分 跑道呢 可以跟 朋友 閨蜜 還有我們這樣的 CP 一起拍喔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籃球場的部分 籃球場呢 可以用籃球當道具 所以籃球場呢 可以這樣拍 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校門口 校門口可以怎樣拍呢 來 生氣符號 立心 我不要 嘴巴說不要 身體還是很誠實 沒有啦 還是要帥帥美美的啊 來 好 超借喔 我給我的 好 他不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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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